陕西西安惊险李世民长女常乐公主墓 墓中景象不堪入墓 棺木损毁尸骨凌乱 对方一旁 头颅竟然不翼而飞 是盗墓贼所为还是另有隐情 李世民女儿真的是病死的吗 随着一块玉佩的出土 一切真相水落石出 1986年陕西西安陵光村的村民 在附近山上采野果时 发现了一个用树枝伪装好的洞 这很有可能是盗墓者留下的入口 村民立马将情况上报给了文物保护机构 专家们得知后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村民描述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昭陵的山脚下 能埋在这里的都是黄石成员 时间不等人 专家们马上赶到现场 和当地民警埋伏在附近守住歹兔 果然到晚上又发现一群盗墓贼 成功使他们浮房 即便如此仍然有人觊觎着这里 于是专家想上级申请 对这片墓地展开抢救性发掘 那么这座古墓会给专家带来惊喜 还是惊吓呢 得到上级许可之后 马上对这片墓地进行勘探 勘探结果让专家们惊喜不已 经过对出土青砖石的研究 得知这很大概率是一座唐代墓葬 且规模很大 很快专家拿出了发掘方案和文物保护方案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在发掘到半米深的时候 土质突然发生了变化 原本松软的泥土变得又干又硬 明空的锄头根本挖不动 导致计划一个星期的发掘计划延长到了半个月 此时已经可以看到墓顶的券顶和金刚墙了 就当大家以为可以看到墓道大门时 墓坑中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建筑物 在将上面的砖取下一部分之后 发现里面有着一块墓之名 由于墓之名损毁严重 现场也不具备修复条件 专家们只能先将它送回研究所 大家猜测这很有可能是墓葬的防盗措施 可就是这么大一面石砖墙 仍然挡不住盗墓贼的捣扰 专家们从附近村民家里 找到许多废旧轮胎 爬上墓门 将一整根木头敲入石墙 利用杠杆原理将整面石墙放倒 最后将石墙移出墓道 然而就在专家们打开最后一道关卡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 陕西西安惊险 李世民长女常乐公主墓 墓中景象不堪入墓 棺木损毁尸骨凌乱 对方一旁 头颅竟然不翼而飞 是盗墓贼所为还是另有隐情 李世民女儿真的是病死的吗 随着一块玉佩的出土 一切真相水落石出 发掘工作来到了最后一道石门 而就在专家们将钢筋插入石门缝隙时 突然从墓室之中涌出大量不明气体 注意安全考虑 专家们先提取了气体样本送往研究院检测 暂时停止了发掘工作 在这期间石门之中的气体涌出了近三个小时 待到气体排进之后 队员们一口气将石墙拆掉了五六层 发现墓口竟然是亮山鲜红的十指大门 大门上还有着一根铁锁 队员们探头向里面望去 黑洞洞的墓室显得格外神秘 打开手电看到里面的情况时 现场围观的人全部静待了 我们从风险往里面看的时候 里面全部是雾气 尽管是在大众场合之下 在武警保卫下 但是我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 对这个墓上里面的隐私深的感觉 墓中雾气到底是从何而来 这一幕甚至将经验老道的专家都吓到了 尽管周围人山人海 并且由武警把守 但还是从心底冒出阴森恐怖的感觉 就算是心里发毛 也仍然挡不住好奇心的力量 专家们快速地将剩下的石块清除 正善大门露了出来 经过1400年历史长河的洗礼 专家们不知道石门的门轴 还能不能承受得起如此负重 一旦将石门推倒 万一砸坏了门后的文物 这将会是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 这时有个机灵鬼想到了点子 在一些警匪片中经常用到一种可以弯曲的小型摄像头 此情此景不就是它的用物之地吗 即使是普通摄像头 十厘米的门缝也足够胜任了 自日专家用一根主杆 一盏灯 一台小型摄像机和一根导线 组成简易的探测装置 到现在另一端连接着笔记本电脑 等摄像机探计目视时 尘封了1400年的光景 重显人们眼中 大致做了一些了解之后 见门后并没有什么障碍物 专家们合力将其中一闪失门推开 里面的空间比专家预想的还要大 就在这时前世的一个奇异现象 引起了人们注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陕西西安惊显李世民长女 常乐公主墓 墓中景象不堪入墓 棺木损毁 尸骨凌乱 对方一旁 头颅竟然不翼而飞 是盗墓贼所为 还是另有隐情 李世民女儿真的是病死的吗 随着一块玉佩的出土 一切真相水落石出 就在专家们刚刚进入墓室 前世的一个现象引起大家注意 这件地上长出来许多泥土窝 这让人很是迷惑 这些坑洞是干嘛用的 难不成这些就是被盗贼的宝物 留下的痕迹吗 想到这里 专家们的心情忐忑起来 这是一位队员发现了残留的物体 细看原来是一只墓蛹的下身 断在里面 这些小洞都是安放墓蛹留下的 一个小洞就代表着一只墓蛹 数量之多简直直逼皇帝墓葬的规格 这里难道葬着某位皇帝 容不得多想 接下来还有其他墓室等待发掘 可惜的是知道发掘到冬而逝时 才有新发现 虽然也只是一口平平无奇的大缸 估计是盗墓者开的盗洞 有点小了 这口缸拿不出来 看着也没啥价值 终而留在了这里 经过一系列的发掘工作 专家们只发现了半只人勇和一口大缸 看到这幅情景 专家们希望渺茫 只剩下最后一间放置主观的房间 通常最珍贵的陪葬品 都会放置在这间墓室 但是一旦有盗洞打通到这里 里面的宝贝就避免不了被掠夺的命运 专家们忐忑地进入主墓室 灯光打进去 顿时心凉了半截 这间主墓室的地面上空无一物 只剩下一台颜色残杂的木料 专家们在残杂角落之中 发现了一件玛瑙龙树 这个造型选自龙之九子中的嘲讽 看到这件玉器专家明白了什么 怪不得前世之中会放了那么多人勇 结合眼前的龙之九子的玉器 专家想到一个人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妻长女 长乐公主一生被父母钟爱 在万众瞩目和宠爱之中长大 难能可贵的是 长乐公主也并没有因为父母的溺爱 持宠而骄 婚后也照常受礼孝顺 有时李世民即将做出错误选择时 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出来给出关键的一票 虽然年轻早逝 但是他的一生也是圆满顺遂 想到这里专家气不大一处来 大嚷着这盗墓贼真不是个人 里面上的一堆杂木料明显是人为纵火烧毁的 长乐公主的遗骨也一并化为灰烬 留存下来的几块玉佩 可能是长乐公主留在世上唯一的证据 就在专家懊恼时 先前发掘出的墓质名踏印完成 看完之后 专家稍稍压下了一点怒气 原来这座墓葬其实是一个诸侯王的葬身之处 尽管如此 想起盗墓者烧毁文物的行径 专家仍然气得牙痒痒 但也只剩下了可惜二字 在得知了墓主的身份之后 发掘工作也迎来了尾声 到最后也没有发现太多文物 出土的仅仅只有一个水晶山子 是一种天然矿石摆教 还有一个就是朝风玉佩 除此之外 其余的文物估计都被盗墓者掠夺一空 至此 这座墓葬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 至于开启石门时 门中白雾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原来只是再正常不过的水蒸器 墓室内外温差过大 加上墓葬封闭性良好 从而形成了这种唬人的现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